感谢自己能在年初的时候制定这样一个计划 包括在这一年里 我也是按照这个计划一直在坚持 我觉得也是看到了一些成效 更加坚定了自己 就是按照这个目标去努力的决心 回望2020年初给自己定下的目标 天津女排队员王媛媛 用排超和全景赛双料冠军圆满兑线 并以蝉联联赛最佳复工的方式 让人们看到了她在攻篮两端 全方位的成长和进步 我觉得还是跟因为疫情的关系 然后今年在国家队的这段系统的训练有关系 也是通过每天的训练 我觉得还是有一个积累 她也会针对我的薄弱的环节去加强一些 比如说像核心的力量 包括上下肢的一些小关节的稳定性 我觉得在对于我的技术环节来说 还是有非常大的帮助 因为之前的话可能 贝飞相对于我个人来讲 是一个比较薄弱的环节 所以说在今年的训练之中 我也是一直在强化这个环节的技术 然后在联赛中也是用比赛的这个机会 去也是检验一下自己的训练成果吧 和许多追逐排球梦的姑娘类似 王源源十二岁便离开家乡甘肃 独自前往天津 十年的拼搏和打磨 也为王源源如今在场上的沉稳和淡定 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我尤其是在前几年的时候 就是比较小的时候是一个非常较劲的人 比如说就是扣一个战术球 如果这个球我觉得扣得不好 然后我就会一直扣一直扣一直扣 但是后来其实发现就是你 努力是非常正确的一个事情吧 但是我觉得更多的是你要 就是选择到一条正确的道路上努力 不然的话有的时候可能 其实是适得其反 所以说现在可能就是跟以前不同的 就是不会去 不管对不对都去坚持吧 更多的会去找一些正确的方法 然后去坚持它 首先是很感谢王子对我的认可吧 我觉得也是对我有非常多的期待 因为在我们队的话 我的身高也算是在复工线上比较高的 所以我也是希望自己能够成为甜点女排的 在复工上面的一个中流砥柱吧 东京奥运周期 中国女排的复工人选 一直是外界讨论的话题 凭借联赛的出色发挥 王媛媛似乎让这个问题的答案逐渐清晰 登上奥运舞台 无疑是她的梦想 作为运动员来讲 我觉得每个运动员都会去想象这样的场景 因为毕竟一个优秀运动员 想要成为优秀运动员 肯定是要去攀登那个最高的舞台 像我的话 我肯定是自己也会想过这个场面吧 因为我觉得只有感想你才会有可能成功 然后但是我每次一想到这个画面的时候 然后我就会感觉到那个场景的话 你需要承担的就会更多 包括那个赛场上 你站在那个赛场上的压力肯定也是跟现在是不一样的 所以每当想起那个的话 我觉得就是让我在平时的训练中更加的有紧迫感 然后希望在今年这一年 包括在以后的训练中能够把蓝网这个环节做得更好一些 就是多向妮姐靠拢吧 因为妮姐的话她是一个技术非常成熟 然后包括经验也很丰富的一个复工 然后相对于复工这个位置上来讲的话 肯定是我们的话会稍微智能一点 尤其在国际赛事的舞台上 每每谈及国家队队友 也是自己的偶像颜妮 王媛媛的眼里总会净显柔情和敬意 她心目中的妮姐最认真 最温柔 最有爱心 讲一个例子就是在总局的时候 经常会有那些流浪猫 就是在我们那个回宿舍的那个路上 然后她每次见到那些流浪猫 她都会觉得她们很可怜 然后就会给她们买很多猫粮 放在那块 然后就喂她们 然后看到她们之后 还总是就是耐心的就是过去 然后让她们就看着她们吃 让她们吃完之后 然后才走 其实我们就是私下联系的非常多吧 也是基本上都会在微信上聊天什么的 所以就是我也是希望 妮姐在以后的生活中 不光是在排球场上吧 还有在之后自己的一些生活中 能够更加精彩 然后更加开心 最重要的是希望她身体健康吧 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 东京奥运会延期举行 这样的波折 并没有让王媛媛感到慌乱 反而更加坦然 对于2021 她也有着明确而笃定的期待 前期没有就是接到这个延期的通知的时候 其实我们全队上下备战的那个氛围是非常紧张的 因为就是面对大赛的话 可能每个人都会有很多压力 奥运会是每个运动员的最终目标 但是你为她去努力的时候还是这个过程是非常重要的吧 所以我觉得因为你没有办法去预测或者改变这个疫情 包括很多客观因素 所以我觉得还是最重要的是做好自己吧 2021年的目标 排球上的话就是希望自己能够在技术上就是有一些突破 然后把之前的一些问题争取在今年能够在明年的话能够更加去解决一些吧 I've seen you stumble I've seen you fall I've seen you brought down feathers and all Picked yourself up for the ones that you call Your best friends I know you've been fighting But we can't see Sometimes it takes many faces to be It takes a time and a place to be free But in the end Who would be so cruel To someone like you No one but you Who would make the rules For the things that you do No one but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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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是挺喜欢那个张雨琪的 因为我觉得就是她身上有一些我没有那些特质吧 比如说她非常的果感 然后呢就是很直爽的性格 我觉得是我比较喜欢的 我就是比较喜欢在抖音上看一些好的东西 好看的小姐姐吧 基本上我的抖音就推荐过来也是就是各种美女啊什么的 然后包括比较有趣的搞笑的视频 我比较喜欢刷这一类 如果在有时间的情况下还是挺想尝试的吧 因为感觉帮我从拍摄到剪辑我觉得都是一个比较有趣的事情 我觉得可能十条里边有九条都是记录美食吧 好看 好看